小时候,师父总说 有一天,我会运动重演 介绍班农的善根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他们都尊称大王禅师 禅,左边一个诗 有一个单 诗,是天人合一的法文 但,说明这条路 你只能一个人走 三周海树,几度风暴 我第一次探索这片陌生的土地 后来,我去了一个叫南京的地方 高松的城堂外,一个人拦住了我 听他说,他是这里的九屋之族 九,是他的缺失 是他的地位 正因为他的身份 他才能为我修起这华丽的陈月 我还记得 遇过一片彩色的高墙 就是高走死 那天的树影很亮 树下的骨鸡 很甜 那天,他问我 真见过这么多秒 超过那么多金 究竟有多少功德 我说,北北小国 算不上有功德 那么司机借着问我 到底干什么 怎能活不功德 当和尚最大的好处 就是当不想纠缠的时候 可以闭上眼睛 和尚手指 聂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没过多久 我就赶紧走了 套走的走 他带着一堆人马追了上来 崎嶇的闪见声 跟他聊了一句话 此生与他说的 最后的一句话 我向天天潮山的方向走去 滚落 两枪 跌倒 再跳起 湿润的泥土 架杂青草的响起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的目光闯不迷离 看见一片复光月静 岸上 早醒娇狠 未从生 我只想一只 丢进水中 乘风而来 我百度而去 江峰很大 在耳边 轰轰轰收响 我叹眼看了一下穹顶 沾满情侣 摔摸不息 当我约过长江 天色已经软了 站在城市的土山向外看 目骨依然响起 惊动了飞花 落叶 猫狗 事情 在后来 我离开了这座城市 终日演组 残雾产集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我还听到那位老朋友的消息 听说他守护了失地 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年 又听说了那位老朋友的消息 说他冰白山洞 往山洞内光滑的叶笔 突然感到一些难过 一直以来 他也只是一个人在休息 我日子 当他最成功 当我尘世 这 做了一个事 又没有一个伴 世事天然合一的反复 伴 说明这条步 我只能一个人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